大家好,今天呢,中餐要來吃減肥的一個代餐囉 那這個時間呢,已經到了十二點了,有沒有大家覺得有點肚子餓呢? 但是呢,享受美食之計,但是又缺乏胖的你,要該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就來吃燕麥當代餐囉 那所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燕麥,還有一個超商借來的熱水喔 那我們要先把它挖個五匙左右,那一匙的量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挖將近半杯左右,你會覺得說可能半杯會有點多 可是其實為什麼要這麼多呢?稍後就說明喔 好,其實不是五匙喔,如果挖這個馬克杯的話其實是 將近快要九到十匙喔 那挖完之後呢,你就要倒熱水喔 就是超商借來的熱水,把它倒進去喔 給它倒到將近快要十分滿 好,加熱水之後呢,就把它攪拌喔 那這個燕麥呢,碰到熱水之後,它就膨脹將近快要五倍左右的體積喔 它從原來的這個細小燕麥,會不斷地因為熱水的糊化作用喔 那不斷的膨脹,那可能時間要等多久呢?其實大概等十分鐘就可以喔 十分鐘之後呢,我們來看看它的燕麥會有如何怎麼樣的變化呢? 完成,你吃吃看 吃起來 我覺得如果肚子餓身上沒有多一點錢的時候 這樣吃可以果腹,而且它其實口感還蠻濃的 之外還可以聞到那種燕麥的一個香味在裡面喔 只是完全沒有加熱的調料,可能對於剛接觸吃燕麥的人來講 心理上面可能會有一大挑戰喔 好,已經經過了十分鐘喔 那你看燕麥喔,十分鐘之後用熱水喔 沖下去之後呢,它現在非常的濃稠喔 就像是那個粥一樣喔 那令人在意的味道呢? 那,就是這樣子 還沒想這一包已經被我大概吃掉三分之一喔 那這種一大包大概就是五十塊錢左右 而且它的熱量真的還蠻低的喔 如果說我看這樣的一個標示成分的話 我每一杯加入十湯匙的燕麥喔 其實這樣的熱量來說大概是一百六十卡到兩百五十卡之間喔 來說這算是一個非常低熱量的代餐 所以當你預理沒有錢的時候 或是你對體重上面有所控制的時候 不妨吃吃看無糖燕麥加熱水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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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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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